专制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这两天NBA季前赛已经正式开打了 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 可以慢慢找感觉 在常规赛开始前进入状态 而对于某些球员来说 则需要尽快证明自己 例如奇才队今年的十岁位新秀 觉醒哥将一代位子就是如此 作为一个高顺位新秀 觉醒在夏季联赛中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 场均只有8.3分 四篮板,1.7助攻的贡献 投篮命中率不足三成 而在过去的两场季前赛中 他场均能有23分钟的出场时间 居然一共12投0中 没有一个运动战进球 只靠罚球拿了6分 表现实在很难让人满意 在比赛中可以看出 姜尼戴薇斯的心态有点不好 急于证明自己 想让人们看到他可以在NBA层级打好 但越着急他越难将球命中 而在最近年纪20岁的觉醒 也刚刚升级为父亲 家中多了一个小觉醒 所以在场上场下 姜尼都在面临着身份的转换 奇才队的队友都能看出姜尼有些挣扎 二年级新秀Corey Kisberg告诉觉醒 你需要放松一点 你没问题的 我相信能看到那个 在威斯康星大学打球的你 而球队老大比尔则表示 我每天都在和觉醒说 我就做你自己 打球多点侵略性 你是属于这个球场的 姜尼戴薇斯在大一时 还在全美名不见经传 作为替补 场均仅能得到7分4篮板的数据 但大二赛季 抓住主力离队的机会 竞争到了先发 而且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得到了觉醒 越打越有信心 场均数据飙升至 19.7分 8.2篮板 2.1助攻 1.2抢断 他拥有极强的单打和造反规能力 而篮板球功力 也在后场球员中一直独秀 但进入NBA层级的对抗后 觉醒哥并不出众的运动能力 让他无法轻松地在进攻端 打出像大二赛季时一样的高效表现 而在每一场低效的比赛之后 觉醒的信心又会受到冲击 这样开始恶性循环 题材队的内部人士说 Johnny Davis如果在季前赛 可以打出较好的表现 那么他才有机会在新赛季开始前 挤进前十人的轮换 如果还是这样低效下去 则很危险 要知道当初奇才选中觉醒 顺着有球态希望他可以和比尔 未来搭档后场 这个反差确实有点大 接下来奇才对季前赛 还要打黄蜂和尼克斯 希望觉醒哥可以场下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在球场上也尽力适应NBA强度 来一个二度觉醒 除觉醒哥之外 对于刚刚和黄蜂签下一指 为期一年的无保障合约的二球 怪到李安德罗豹来说 季前赛也相当重要 在今天黄蜂以93比143 诸给绿军的比赛中 二球三投零中 只有一个篮板的贡献 甚至连最擅长的抢断都挂了零 让他的网上受到了嘲讽 其实黄蜂球员在二球上场时 都有刻意给他传球 但很可惜 二球没能把握住机会将球投中 场下也有球迷认为 应该给二球多一些时间 毕竟球哥朗走和三球朗梅罗 出入NBA时的前几场比赛打的也不好 但鉴于二球的合约是无保障的 他必须要尽快找到投篮的手感 不然在NBA的球场上 将会少一名怪盗 兄弟们这次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